後面的中心直說 歡迎大家觀看今晚的中心直說 如果有看到題目 知道今晚的題目就是 《從日劇的版上之魂》 看日俄戰爭 我事先聲明 這部劇是我很喜歡的 今晚的题目亦是某种自肥计划 即是自嗨 希望你们能够分享和感受到我这个兴趣 从而去欣赏这套日剧 或者更加想进一步了解日俄战争的历史 在正式入正题之前 我也不厌其烦提提大家 希望大家订阅我这个频道 like和按提示钟仔 可以令到我们的频道更多人收看 同时我们也会提供声音版 让没有WiFi的朋友更加容易收听 还有我希望收看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因为有五六成的收看的朋友 可能在旧频道不知道我们转了新频道 没有订阅到 希望你们顺手按一下 广告时间完毕 我入正题了 《版上之魂》这套日剧 是十几年前的一个日本大河剧 如果大家有听过我的节目 就知道日本NHK电视台 有一个大河剧的传统 什么叫大河剧呢 原本是法文 其实它是用法文历史的长河 所以你可以理解大河剧 即是历史剧 我今次介绍这套 叫做《版上之魂》 《版上之魂》 《版上之魂》 我用一句中文去说 即是楼梯上的魂 你怎样可以去看楼梯上的魂 或者去触摸它呢 你就要沿着楼梯走上去 这是我自己的诠释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的诠释 因为在这套剧开头的时候 它永远有一句旁白 它说日本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现在它会影响它一个强大的未来 这套剧内容是什么呢 它是通过三个主人翁 一个叫秋山号股 秋山真姿 和正光指规 三个人物去讲明治为生 这个日本这个国家 如何一步一步变成 世界上其中一个列强的故事 我们看看人物的图 没错了 大家都很熟悉的 有些演员阿布宽 也做很多日剧 《不能结婚的男人》 很好笑 做电影 也十分出色 他就饰演秋山号股 是日本騎兵的队长 秋山真姿就是本木雅云 本木雅云就是 礼儀斯的奏命曲 那位男主角 帅哥 帅哥 现在就变成大叔 但是也有另一种味道 下面正光指规 就是《香川赵芝》 一个继续中殖人之后 我也觉得 是千变万化的演员 在《浪客劍心》里面 也做过反派 《奸野美瑞》 也是日剧的女星 做他的妹妹 主要角色是这四个 其实后面还有《叢龙子》 也有石垣李美 也有石垣李美 但这个是比较富的角色 整个故事就是由他们的童年开始讲起 《不厌其凡》也讲一下 其实我开始很感动 我看这部电影 第一集是慢到母亲都不认得 什么叫慢到母亲都不认得 即是很快都不进行 你找几个小孩 跟着做一些烂衣戏 说他们在乡下的时候 如何穷 原本本木雅云做的小孩 生下来之后 因为家里太多人 养不起 于是想将他送给人 谁知道他后来的阿暴欢 就跪下求他父亲 不要送给人 这个弟弟 为什么 因为我会做工 我会赚这么多的钱 给你养我弟弟 虽然是很狗血的剧情 但是你感觉到那种兄弟的情意 就是在那时开始建立 去到这个故事发展下去的时候 他们两个小兄弟长大了 但因为实在太窮了 弟弟没得读书 哥哥自己去草堂打工 然后赚了很微小的钱 给弟弟入学堂读书 因为他觉得唯有读书 才能改变他们家里的贫穷 令弟弟有前途 这些虽然是很老生常谈的故事和情节 但是通过一些演技很征扎的小孩 或者是那个剧情的宣验的时候 你是很感觉到 原来求学求知识 这一样的精神 在日本这些明治维生 后来他们的色字率这么高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日本在短时间里能够改革成功 而击败了大清国 在那里虽然没有用一些很爱国 或者是很硬消的 去说日本这个明治维生 为什么会成功 但他通过一对小兄弟的小情节里面 令你深深感受到 原来从起步点那里 你已经分了胜负 好了 随着他们长大了之后 那个哥 即是阿暴欢 秋山浩古 他加入了士官学校 向骑兵方面去发展 他历史上是真有其人的 这个他不是虚构角色 这个他弟弟不是这个 另外一个 这个就是真实的秋山浩古 在历史上他在日俄战争里面 击败了俄国的哥萨克奇兵 是很有名的 他也很幸运的 他后来得善忠 退役之后做了校长 去到71岁才去世 他也算是不错的 另外就是他的弟弟 秋山真知 历史上就是左边 右边就是演员 其实也捉得很神似 秋山真知他成为联合艦队的参谋 在东香平白浪 联合艦队身边的司令做参谋 去规划整个日俄战争里面 日本海海战的战略和战术 他也是一个奇人 后面会再说 但是他虽然是一代的英雄 战争英雄 也立下了很多公分 但是年纪到49岁就过身了 所以以前的人 真的很多时候 建功立业都是很年轻的时候 而寿命一般都不会很长 第三个就是正江指规 这个就是真人 由香川赵芝飾演 他是一个排剧短歌的文学家 在当时也是一个很流行的文学家 跟夏木秀石有些交集 在那个年代 他里面这条线比较负 而事实上因为他 英年早逝 三十多岁 历史上就已经过身了 所以 关乎他的故事 在这个版上之魂里面 就不是说得太多 所以主力 都是说 两条线 第一条线就是 大哥 秋山浩古 阿布宽 在如何成为一个士官 然后如何率领 日本本的骑兵队 去立下了这个战功 而更加重要的是 秋山浩古 本木雅弘飾演 他如何参军 然后在哥哥的鼓励之下 成为了海军的参谋 最后经历了甲午战争 或者他们称的日清战争 就打了一场日俄战争的日本海战 后来说的对马海战 整个故事就是通过战争的场面 去讲述日本这个国家 由明治为身 如何去到击败了俄国之后 成为西方列强刮目相看的 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而后面的影响是很深远 我也说过 因为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 令日本觉得自己可以 列身列为西方列强其中一位 接着再参加一次大战 接着再发动二次大战 所以 看这部电影 再了解日俄战争 是会令你更加知道 所谓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的侵华 日本太平洋战争的前转 即是换句话说 日本帝国主义 是如何造成的呢 或者日本军事的强国 是如何建立的呢 所以这套呢 其实是NHK的大作 它投入了的钱和制作费很大 而特别在日本海海战 即日俄战争 那场对马海战里面 是拍得很精彩 所以大家有机会 希望可以找到这套碟 或者是在网上去找 去重温 我个人就收藏了DVD和南光 这两套 这套电影 不时间我都会重新重温一下 这套实在是大河剧里面的 一个21世纪的精彩作品 因为大部分 很多时候有这些大河剧 都是在写着幕府 或者是幕末 最多都是碰到少少少 明智维生初期 即是古装片 但是这套 就真的不是古装片 虽然有和服 它真真正正正是 一套21世纪的大河剧 而制作认真 这个class也强 当然 其实我们是要学习一下 或者去欣赏一下 日本人如何进行所谓的 国民教育 有时候国民教育 不是在那里吹的 不是在那里升旗的 不是在那里唱歌就是的 国民教育 是要通过很多 我们叫媒体 或者是一些影视的作品 去深化 这套我觉得 就真是一套 日本很成功的国民教育 虽然它带有一种 帝国主义的影子 亦都有一种 君国主义的味道 但是 它在里面讲述的对手 比如说清国的丁宇昌 和李鸿章 或者俄国的艦队司令 甚至他的外交官 他的拍法 都完全没有丑化这些对手 或者被他击败的人 所以他拍得很持平 和他拍得很英文 也要学习 他如何将日本这个国家 过去的历史 通过戏剧 娱乐 和很有深度的一个主题 去介绍给他的国民看 虽然我都知道 现在的年轻人都未必看的 日本的 不过 你都不可以忽略 他的而且确 是一套很成功的 国民教育的剧集 接着 我就进入了 这部剧里面 最精彩的第三部 开始 其实头两部 有点慢 第二部 讲日清战争 其实都不太好看的 但是精彩的 大家一定要忍 忍到第三部 开始 就是日本海海战 日本海战 就是日俄战争 其中一场 决定性的战争 我先讲讲背景 当时 持续图 不用看我的 在爆发日俄战争 1904年2月之后 日本在 亚洲这边 的旅信 和俄国的太平洋艦队 交锋 当时 因为旅信港 被日本的联合艦队 封住了 令到俄国的艦队 不能出去 因为下了水泪 俄国的艦队 想脱逃 但是敌不过日本的艦队 所以 太平洋艦队 被困在旅信港里面 虽然中间有些被击沉 但仍然拥有十艘很大的战艦 所以令到日本是很忧心的 因为日本忧心什么呢 其实在国力方面 日本只有当时4千万左右的人口 而俄国是有1亿4千多万 即是日本只是它的灵头 无论在国力 军事的装备 和资源 人口方面 日本是不能支持到一个这么长期的战争 而同时间 他最担心在海战 我不说陆战的部分 他怕波罗的海的艦队 是调过来亚洲 于是联合艦队 便会面临一个福贝受敌 即是屡信港的俄国艦队出击 而同时间来自欧洲的波罗的海艦队 就夹击 于是联合艦队 便会陷入一个这样的境地 这是他最担心的处境 但是好在开战的时候 即是2、3月之间 俄国那边 没有想着把波罗的海艦队调过来 但因为经历了差不多半年 去到8月左右 经过预前会议 当时尼古拉斯三世 就决定派波罗的海艦队 去远赴亚洲作战 我们看看这幅地图 虽然是粗粗的地图 但也可以解释得到 不是这幅 是由欧洲到亚洲的地图 大家等一等 直播是这样的 这幅是稍后会讲的 就是说他们两队艦队作战的情况 没错 这幅虽然是蒙蒙的 但很容易看得到 是世界地图之一 上面就是圣彼得堡 波罗的海艦队住宅的地方 因为俄罗斯和苏联 其实出海口的 说话不多 不动说 圣彼得堡是其中一个 他穿过了北海 接着去非洲 越过好望角 接着经过马达加斯街 再穿过印度 走了超过半年的时间 才去到 红色箭嘴纸 就是对马海峡 这个就是超过18000海里的长征 而沿途因为很多港口 是因为不想介入他们的战争里 就不让他们停泊 也有很多补给 人员病 伤病的问题 所以整队波罗的海艦队 过来亚洲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残残地 或者是远来疲弊 作战的能力是大降的 而最重要是因为 波罗的海的艦队 是凑集成军 里面有先进的战艦 主力艦 但是也有很多舊艦 速度不一样 而他们也没有事前去演练过 也没有偏承过一队艦队作战 所以无论在他们的路程 新舊艦的配合 和演习的经验 是远远不及日本的联合艦队 但无论如何 始终蓝席的吨位和数目 的确是联合艦队的威胁 所以联合艦队是畜世以待 等待迎战这对波罗的海艦队 希望能够先解决这对波罗的海艦队 波罗的海来到亚洲的时候 其实日本已经收到情报 但是波罗的海艦队 去旅顺有两条路径 看看地图 首先 在南边下面上来 它可以通过对马海峡 即是现在的朝鲜半岛 和九州中间的一个海峡 如果你玩过 PS4或5的游戏 是对马战鬼 对马就是这里 另外一条路线 就是出太平洋 即是我们现在 东京大阪对开的海 就穿过和北海道 不要说北海道 北海道和本州中间的 尊兴海峡 或者中谷海峡 北海道以北的中 去到海深威 住宅 两条路径各有各好 而当然在外面那条路径 就很远 而他们怕他们的補给 和煤炭是不足够的 所以最后采用了左边 穿过对马海峡 尽快进入海深威 这条路径 而秋山真之职 是本木雅云的角色 他就预计 波罗的海艦队是会选择 对马海峡 而他的预计是准确 于是联合艦队 就在那里守株待吐 迎击波罗的海艦队 去到我们的三张作战图 虽然小小 但也不难看 首先 第一张 白色是联合艦队 由右至左 俄国艦队是红色 由左至右 他分为四个梯队 那这些 原本他们互相发现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方向 传统的艦队作战 很多时候 其实自纳波罗时代 纳尔逊年代都是类似的 都是希望能够用側排的火力 因为他的主炮 可以同时在旁边 横向射击 于是两队艦队并列的时候 互相射击 看看大家哪个准 看看哪一队赢 但是 东香平白狼 即是联合艦队的司令 他在当时 在剧里面也有说 第三部份第一集的头 他指令了一个动作 他这样 就是将全国艦队向左迂回 即是第二幅图 在1905年5月27日的时候 在中午大约 一两点钟 他将整队艦队向左迂回 在迂回的这几分钟里面 大约十分钟里面 艦队是成为俄国艦队的活靶 因为联合艦队左转的时候 因为速度 因为转弯等等 是难以去瞄准的 而调转 俄国的艦队可以将他们 把射击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当时大家 在联合艦队上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因为觉得这样做 简直是送分给对家 给人射十分钟 如果万一 真的被他们射中 那怎么办呢 但是因为当时 海面的浪比较大 而他们预计 俄国艦队的射术 是没有这么精准 于是就买它 射不中 所以联合艦队 就博到 在通过这十分钟迂回的时候 能够再组成一条 叫做长射的队型 就是第三幅相 那怎么呢 就是靠它的速度 广告过下面 红色 俄国艦队的前方 就是拦住它 就是我们的广东话 于是 联合艦队 第一战队 第二战队 甚至第三战队的炮 全部都可以招呼 俄国第一 第二艦队前面的主力 而特别是他们的战术 是希望将集中所有火力 将旗舰 击沉 这个转弯的动作完成之后 加上联合艦队的速度 他就能够将 整队舰队在俄国艦队的前方 经过 于是俄国艦队的旗舰和第一第二战队 全部陷于联合艦队的火力 结果 细节不说 就是俄国艦队纷纷纷中弹 旗舰被击沉 接着其他的艦队就散落 接着被联合艦队追击 俘虏 整场日本海海战 对马海战 是联合艦队的大胜 这段在《板上之云》的第三部 第一集里面 整集里面是这场日本海海战 有兴趣要看21世纪初的这场海战 我想全世界拍得最好的就是这一部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们现在只得到港字又如何呢? 其实我之前也在我的Facebook 说过 如果你们去到日本 而有时间可以去横衰河 有一个三粒舰的公园 三粒舰是什么舰呢? 三粒舰就是 刚才我说的联合舰队的旗舰 他们后来日本将这艘舰保存了 设置了一个公园做纪念 现在我们还是可以去的 去到之后 你会看到当年 东乡平白狼指挥的旗舰 真实的模样 虽然这艘舰就不能走 我们看看那些纪念公园的图片 这幅就是东乡平白狼的雕像 在一个纪念公园的外面 背景就是三粒舰 东乡平白狼就是联合舰队的司令 这个是油画 就是在三粒舰上指挥塔的位置 这个是软一点的照片 如果天天就十分之好 这个Z旗就是他们开始作战的时候 因为当时无线电不是很发达 就用旗号的海战 扯起了Z字旗 最经典的一句 王国兴飞在此一战 这个就是东乡平白狼 和大家说在开战的时候 鼓励大家的说话 这个纪念公园里面 有三粒舰的模型 这个就是实景 就是舰外面的撩 这些就是旁边的副炮 其实也不小 8cm 也是重炮 这个就是舰外面看出去的 甲板 这个就是侧原的南炮 所以刚才我讲解 为什么要用旁边对着俄国的战艦 其实他就是想将这些侧面的副炮全部能够发射 所以他才要转这个大弯 这个就很特别 就是在这个 舰尾的主炮 的位置 如果大家有机会 就真的要去三粒舰的纪念公园去看看 和站在东乡平白狼 在日俄战争这场海战 站的位置 去怀面 这场这麽经典性的海战 今天 其实讲这个《板上之云》 这部剧 讲了只是 最精彩日本海战的部分 其实还有其他的部分 都很吸引 比如说203高地的铝顺攻防战 刚才我提及 还有日清战争 或者甲午战争 里面那场海战 还有其他一些 骑兵作战的画面 这些全部都是串本制作 我相信其实今时今日 日本都拍不回这部 这样的级数电视剧 因为日本现在真的很穷 尤其特别在奥运 不能够做这麽多游客之后 更加辛苦 这部日剧 我也要介绍一下 原著的作者 司马遼太郎 我们看看照片 这个他年轻的时候 神经病人 你猜不到 是一个历史小说的大文豪 他擅长是写历史小说的 很出名的 我想我也不用丢书包去介绍 他作品很多 很多改编成影视作品 比如说《关元之战》 拍了电视剧的 电影的 这个就是《版上之魂》的《原稿》 《版上之魂》的《原稿》 好了 这套就是他原版的小说 这些是他其他作品 有新选组 最近有两套他的电影 不要说电视剧 刚才电视剧说了 我很想介绍给大家 一套很久了 20年前 叫《余法道》 这套很棒 大岛署导演 崇田隆平 就是说崇田邱作的儿子去做 那时候很小 《纯红似白》 写什么呢 写新选组里面的 腥风血雨 但是最棒的是什么呢 其实他是说 新选组里面的蓝色 其实有人传说过 新选组里面 他们是同性戀的 因为他们那种情谊 那种紧密的关系 尤其在战场上 如果没有这些同性的爱 是不能够 这样去一起的 这个当然是文学 或者历史的那种艺术 但是这部电影里面 就拍了大岛署导演的感官世界 大家都记得 他的手法是十分之特别 拍到那种妖艳 一个美少年进入了新选组之后 原本这个新选组里面 大家是清兄道弟 但是因为大家都对美少年 产生了一种野心 于是挑起他们之间的内控 跟着美少年 如何介入他们之间的感情 和冲突里面 很多年我都没有再重温 勾起这条根 我都想再看 现在重田龙平 已经变成大叔 你最近看那套日剧 《大和豆子》 和《三个前夫》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 第二套 就是《燃烧的剑》 《燃烧的剑》 或者叫翻译 这套 香港应该不知有没有做 日本就快上 出了trailer 里面 刚才提及 就是讲新选组的 一段 幕末的历史 由他们所谓的兴起 到滅亡的经过 里面有很多 新选组 每个人口的人物 土方穗衫 近藤勇 这些头面人物 甚至那些 劍豪充田总司 这些都有 这套我很期待 我很想看 希望他快点上 或者是香港看到 这两套 都是司马遼太郎的 原著小说 改篇 所以 你经常说 想介绍书 看司马遼太郎的小说 你选择自己喜欢的 你可以选择一两部 再开始了解 日本的近代史 的开端 挑起了你的兴趣 你就再看电影 或者电视剧 深入了解一下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以往都是这样 去积累这些知识 或者是这些观影的经验 所以我现在就开始 分享多些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真的有问题 或者想知道多些 你可以留言 我会尽量解答 或者给一些连结 大家 今天的节目时间 都很长 差不多 虽然今天 讲这套剧 和日俄战争 就不算深入 但是我希望 抛砖引辱 我不想长篇大论 去讲一些 史实或者史料 我希望 通过不同的 譬如影视 或者小说 去和大家介绍 一些有趣的历史 最后 特别我要多谢加入Patreon的朋友 我鼓励你们 用年费的方式 去缴交 一来有折扣 以及 令到我们更加 可以作长时间的规划 多谢你们的收看 和欣赏 记得订阅 和点个like 和通知 这一点 对于我们的频道 是十分重要的 我希望短时间内 能够将订阅的人数 双倍 即是由现在可能是四千多到一万 这个就是我短期的目标 希望你们能够尽量转发 和呼吁你们身边的朋友 帮我订阅这个频道 今晚的时间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 明晚再见 旧疆办馆本周精选 金门高粮 逢标高粮 58% 全采用金门种植小麦 古法征养而成 8%台湾制造 只售258元 大玩家 苏格兰低地唇墨威士忌 大玩家 苏格兰低地唇墨威士忌 大玩家 苏格兰低地唇墨威士忌 大玩家 Crossover 苹果日报 猪格兰纳威士忌 焦楼 香蕉凤梨苏礼盒 218元 六福皇宫 福苑莫礼盒 818元 和流图书 屯元中秋节 128元 魚品興,跑克力酥加紙蒸酥,148元 賴斯特控培,向領蛋糕禮盒,198元兩盒 賴斯特控培,田邊普鳳梨酥,168元 鍋胸火鍋底料,董北酸白菜鍋,麻辣梅香鍋,138元兩包 珍竹福原,法生醬蛋卷,208元 Costco,鎮眉眉醬燒雞腿麵,222元 賴斯特控培,泰妃果仁塔禮盒,238元 甘信食味,寒天舉藥條,98元 還等什麼?快點上fielgas.com搶購吧